鬼画连篇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鬼画连篇 我是白嫖子 这集咱们来聊聊如何画水 水在绘画领域也是较为难表现的 因为水流的动作变换多样 而且是透明的 在画水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水和光的关系 先来看看一般的不透明物体 不透明的物体 受光时会顺着背光面落下阴影 而类似水类的透明物体 则会在相反的方向生成阴影 也就是说阴影会在光源侧出现 画出反射在光源侧表面的高光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水的基本表现了 接下来为了画出水最真实的感觉 要在两个地方动点脑筋 其中一个就是画出透过水的对象 水是立体的 会将周围的物体倒映出来 画出映在水中的对象 可以很好的增加真实感 另一个就是要画出水的内部 把水的内部阴影颜色画得更浓的话 就会有更加像水的感觉了 水流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种水流的表现吧 水是很容易受重力影响的东西 也就是说 水在受重力影响后的变化 随机性很强 意识到这一点 就能很好地掌握水的动态画法 向上喷出的水 水是压力向上喷出 一开始水流猛力地向上方喷出 但是在重力的影响下 马上就分散落了下来 画的时候给随机落下的水 加上曲线轨迹会给人一种很美的感觉 向外散开的水 因为有重叠的地方 所以重叠的部分 会通过上侧来呈现水的立体感 这也是水的一种效果的表现 要用心记住哟 水平方向喷出的水 从水管里水平方向喷射出来的水 喷出口附近因为压力 直线喷出 然后受到重力的影响会立刻分裂 在远处散开来落下去 按照之前随机的分散来绘制 就可以表现出有跃动感的效果 水龙头里出来的水 为了能画好喝水之类的情景 当水龙头的水向上方喷出时 这种饮用水的水量可以不用画大 可以想象水龙头口向上喷出的水 水流会划一个小小的弧线 然后向下落下 倒嘴有一半左右被喝着 当水撞到嘴的时候 就失去了向上的惯性 开始随机往下散落 向下落下的水 向下落下的水由于不是向重力相反的方向 大多数都是直线下落 这时只要给水流加上蜿蜒扭动的感觉 就能让画面更剧动感 剑齐的水花 在波纹水平如镜 薄如纸的水面正上方 水滴落下的瞬间画面会是怎样的 水滴落下的瞬间会生成王冠状的水花四溅的效果 周边有漂亮的波纹扩散开来 剑齐的水花顶部是圆形的水珠 水花要清晰锐利地画出来 加上阴影后 立体感也出来了 海浪 首先像画园一样画出一条条曲线 再画出波浪立起的轨迹 在这个轨道上一点点增加浪的形状 然后画出泡沫 波浪的前段要画出细锐的感觉 这样画出的海浪 粗野和速度感都可以表现出来 以上就是关于画水的技巧啦 学会了这些水的表现后 就可以轻松地表现 被雨水淋湿时 踩水沟时 人物汗水等各种场景啦 好啦 这里是鬼话连篇 还想看什么留言给我 下次见 救命